今天又來試一些新的食物 這次是... 其實之前都拍過的 日清的拉黃 不過未吃過這個味道之前 之前是吃... 好像是吃杯麵瓣 好像是... 那時候跟出前一丁的系列合作 雖然都是日清的食物 但它是兩個系列來的 那時候是出了一種黑蒜油豬骨 還有一種辣豬骨的味道 我記得我很久之前已經拍過這隻 拉黃 都蠻推薦的 雖然味道不是很屈膩 但這隻麵質是不錯的 日清拉黃 最近見到它激安又有優惠 半價18元 這隻原價多貴 不錯是不錯 但性價比不高 性價比不高 即是貴 平時不是很捨得買的 這隻 然後... 十九號 十九號到的 還有幾天 足夠的 一包都足夠的 那... 來試試這個 淡淡麵 這隻麵呢... 真的... 沒記錯它有出過 滿裝版的 好像一個都要二十多元 我不會了 原價 不是窮人吃得起的 老實說 這隻 我平時都不捨得買的 我每次都是見到它有優惠 那時候我才會去買一下 我之前拍的那兩隻 小杯裝 那兩隻已經比較便宜了 好像十元過了 已經是 但買回它原本它自己出的那隻 碗裝的那隻 對... 足夠你外面吃個... 吃個碟頭飯 一碗 煮個... 煮個... 煮個兩包 調裝的大很多 上五包 就算不半價也好 都是... 36 對... 就是... 調裝抵押很多 這樣計算 碗裝一個二十多元 它這五包都是三十多元 原價 粉 還有... 還有... 調味油 應該是調味油 對... 沒有了 就一個麵餅 它的麵不是很大 好像碗裝也是差不多 但不知為何它... 碗裝... 好像... 特別貴 不知是否貴在碗 還是怎樣 麵正在煮的了 現在嘗嘗這個湯 原來是辣椒油來的 這包 好像有點淡 本來呢 打算煮兩個 是三個的 但是... 看到它好像有點小 結果最後還是煮了三個 反正... 沒吃飯 當吃晚餐 三個都不是很多 都是一碟 都是... 對... 一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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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感覺上好像有點淡 我以前外面吃的 那些濃很多 一碟的 我記得 以前... 小時候... 好像... 香港不是有什麼 瘦土牌的 那些... 我小時候吃的 瘦土牌 不是瘦土牌 好像是瘦土牌 總之... 有些香港出的 它是... 打凍的 這樣... 麵是打直的 這樣... 對... 這樣包裝的 總之... 就是這樣... 寫著一碟一碟 有吃過一碟 那時候... 印象中 記得好像 一碟的味道 比較濃 不知是否大過了 年紀大了 即是吃的東西 口味重了 那... 你小孩子的味蕾 又敏感很多 我小時候吃的時候 覺得瘦土牌的味道很濃 而且很辣 反而... 現在... 吃這一碟就覺得 有點淡 而且... 它沒有什麼辣味 即... 它的辣油是香 反而是... 偏香味為主 沒有什麼辣味 可能年紀大 從口味的食物多了 然後... 加上... 年紀大了之後 味蕾都沒有以前那麼敏感 所以... 吃一些東西 就感覺上 好像越來越淡 但是... 它的麵質真的... 不錯 它的麵質 就是... 不像印尼撈麵 那麼容易煮爛 印尼撈麵 你一不小心 就是... 印尼撈麵的麵質 就是... 屬於那些... 你一不小心煮過火 它就會... 變得好像一坨 那樣... 然後... 就很難吃的 整塊東西 好像... 好像... 好像在吃一堆... 吃一塊粉 而且... 它的麵呢... 它的麵裡面 本身都加了一些材料 你看不看 你看... 那些麵... 有一點點的材料 在這裏 下了一些不知什麼東西 可能要看看包裝才知道 可能它的成本就是這裏 別人的麵就是這樣一個麵 但是它的麵是下了一些不知什麼東西 又混了一些不知什麼材料 多材料 這樣叫做 可能它貴就貴在麵那裏 不是貴在包裝 貴在麵 不如... 要說的話... 都是之前和出前一丁合作 那兩種味道比較好 之前和出前一丁合作 用它的麵質 然後... 出前一丁那兩種味 一隻黑蒜油豬骨 和一隻辣豬骨 那兩種味道 吃上去... 重一點 濃一點 可能我自己的口味問題 對...喜歡吃一點 重一點 濃一點 而且...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它就是過期的關係 可能因為它就是過期的關係 所以味道就... 淡了 始終有點影響 對不對 先看一看 不過我看它這期呢 好像... 除了一隻淡淡麵 那隻味道之外 它還有很多其他味道 可能... 它現在是... 已經看到有其他味道 在做優惠 但是它那時候 那隻優惠沒有多重 好像... 以前有試過的那隻味道 那我沒有買 然後... 第二次去那時候 就看到一隻淡淡麵的味道 就做優惠 然後我就買了 可能下次去又 會有其他味道 就做優惠 這期就在做這個拉黃 那集... 來到這裡先啦 下次再... 看到什麼特價東西 到時再分享 影片 那... 我來啦 See ya